前幾天要你買的那個點數 你買了沒 買了 那我等一下給你一個序號 你只要去到那裡 之後把你的連結 把序號丟在連結上 之後你就會得到兩倍的點數 子豐車劇團演出校園常見詐騙手法案例 像是交友詐騙遊戲點數及假網購等 以生活化呈現學生可能遇到的各種情境 透過貼近校園生活的戲劇演出 讓學生有感 期許學生們都能時刻保持警覺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更是化身大人哥哥 提醒小朋友遇到詐騙事件的時候 謹記防詐騙3C原則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爸爸媽媽或者阿公阿嬤 說哎呀糟糕了我好像被騙了 那這個時候你要告訴他三個C 第一個C叫做 答對 對答對了第一個冷靜 第二個是 查證 查證好棒喔 第三個是 活165 打165耶 大家為自己拍拍手 很棒棒 你們是我看過最棒的小朋友 看了表演以後有這麼好的反應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把這樣好的 防詐騙的方法來告訴爸爸媽媽 我們說喔 這個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不對 那我們要說 詐人之心怎麼樣 不可有 防詐之心不可無 教育部長潘文中表示 教育部推動試詐面向教育宣導 舉凡從師資 宣導課程資源等各層面著手 推動校園詐騙防治整體策略 並啟動校園詐騙防治的系列活動 更特別邀請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共襄盛舉 共同宣示校園詐騙防治的重要成果 特別要提醒的就是這個反詐騙 也就是剛才子豐車劇團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透過非常精彩的這樣的演出啊 要讓大家知道看起來是一個哇超好的很棒的好的條件啊 結果你一旦上網了啊你一旦傳了訊息啊 要後悔就來不及了 我剛才看到同學的反應很棒喔 呃那個大姐姐跟你求救跟你請問照片可不可以傳出去 你們的答案說怎麼樣 哎呀大家如果這麼厲害我們就不用來這一趟了 呃表示喔大家都慢慢都知道 現在啊有非常多的這一些啊要騙人的人或是一個集團 就是想盡各種辦法啊 然後呢用各種的呃這個誘惑 就是要讓大家上當啊把照片給人家啊 把點數給人家甚至把錢給人家 那更可怕的一個把毒品給人家 啊我們有一個跨部會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新世代啊打擊 詐騙的這樣的一個行動綱領 這當中啊有啊認識詐騙有防堵詐騙有要阻絕照片 還有最後那一個要懲罰詐騙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方案啊 我們希望啊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知道啊 那我們都相信小朋友最厲害 你回去看到今天啊演出那個高高的那個 很可怕的那個小魔王 動輒就是要把人家的口袋的錢拿出來的 你回去不是你知道而已喔 要記得告訴誰哇爸爸媽媽阿公阿嬤也要 喔阿公阿嬤覺得哇五千塊可以變五萬塊變五十萬 講起來喔好誘惑人喔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所以要告訴阿公阿嬤告訴家人 如果有接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才是我們認識詐騙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所以呢有了這個就像我們在面對病毒的時候 讓自己的免疫力變強啊這些就不會侵害到我們 教育部也呼籲全國各級學校老師家長以及社會大眾 詐人之心不可有防騙之心不可無 詐騙防治最重要的關鍵步驟就是認識詐騙不被詐騙 以及不詐騙人要將防詐意識在校園炸根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